來 那我們室內的部分 這邊是電磁蓋 那最上面有一個push 你就是直接壓 它就會彈開 那我們這邊用的是3號簡訊 那盡量用Panasonic這個品牌 它最不會露電磁液 那你看到這8顆電池就可以撐一年左右 那快煤店的前兩個禮拜 前面的面板 它會有紅燈提示 對 這個面板會有紅燈提示 然後你每次開門它都會有音樂 提醒你換電池 那我們不管做指紋密碼卡片 甚至人臉的設定 第一個動作就是按下R鍵 這時候就要輸入我們的管理者密碼 那我們現在出廠的預設密碼是123456 記得按完密碼之後都要加一個頸字 頸就是Enter的意思 這時候你就會進入到設定的模式 這時候你會發現你的數字面板 剩下6個數字 它就等於6個選項 你今天如果選擇1 就是設定開門密碼 選擇2是設定開門的卡片 選擇3就是設定指紋 選擇4是設定一次性密碼 這個就是給打掃阿姨或是公班 這個密碼開一次它就失效 選擇6就是設定臉部辨識 最後一個0 我們的密碼跟卡片 剛剛有提到 它有分一個叫做管理員 一個叫做開門用的 那管理員就是權限比較大 所以它除了可以拿來開門 你還可以用它來增加或刪除做設定 另外一種開門的密碼跟卡片就是存開門 沒有其他作用 那我們的管理者密碼 出廠就是預設123456 那一定要把它改掉 這個密碼最少6位數 最多12位數 然後一組 那另外一個開門的密碼 最少4位數 最多12位數 可以設4組 管理員卡片 可以設10張 包括你的悠遊卡 E卡通 電機磁扣 然後我們原廠也會附 我們自己的4張卡片 那開門卡片 可以設100張 對 好 這個是卡片 這個是卡片 那我們就是會附這種 磁扣跟兩個貼紙 割兩張這樣子 那通常我會建議你們把這個磁扣 設定成管理員 這個是以防你管理者密碼改了 可是你有一天不小心忘記了 那你就沒辦法進設定 但是我幫你設卡片 你就可以用卡片把密碼改掉 那我就直接幫你設定 那我們一樣R鍵 管理員 剛剛說0是管理者嗎 0 好 直接感應 OK 那這兩張卡片我就設成管理員 以後這個卡片你放加0 你要設定的時候 R鍵壓一下 直接感應 就會跳到六個選項 直接去選擇要設定什麼 那如果你要設定開門用的卡片 選項2 好 一樣去感應 可以連續設定 可以連續設定 最多可以設100張 那你也可以去做編號 像我剛剛掃描之前 如果先輸入10號 緊 再刷卡 這張卡片就是10號 那這個開門的卡片 那支援哪些卡片 就是包括剛剛說到的悠遊卡 一卡通 電梯子扣 這種RFID系統的卡 或是手機的NFC 安卓的 安卓的才可以 iPhone目前它自己沒開放 iOS沒開放 對 它沒有跟其他人有連接 所以iPhone還是只能用悠遊卡 對 沒錯 好 那 五中問一下 目前有 可以用iPhone的電子鎖 應該沒有 目前還沒有 沒有 所以 iPhone的NFC 對啊 他們就是 還沒開放 連韓國都不行 韓國不行 不行 好 那這個是卡片的部分 那再來我們進入到設定指紋 五中一下 這個貼紙它是可以買的 貼紙可以跟我們公司買 可以 售價之後才會出來 那 你也可以用悠遊卡 對 那貼紙是說它方便就是貼在 手機或錢包上 我想我應該就是貼在公司 對對對 但是其實有指紋跟臉部辨識 卡片反而少用 對對對 對對對 好 那再來就是進入到指紋的設定 現在要設定指紋 我們一樣 R鍵按一下 然後我們的管理人 選項3是指紋 然後我們就選擇3 這時候就可以把你的手指頭 放射來做個硬 那我們重複鎖到3次 OK 這樣就是 這是第一組 那我要設第二組 就繼續 繼續繼續熟 不錯 對 連續熟 OK 這樣就是第二組 OK 最多100指紋 那你要結束就按幾次 好 那我們現在可以來試試看指紋 然後 回到家 直接把你的指紋放上去 然後把我們拉開 開始這裡 放電了 對啊 好 那這是指紋的設定 那再來就要進入到我們的 中頭戲 就是臉部辨識 嗯 那我們一樣 先按阿借 管理人 那選項6是臉部辨識 那我們就按6 好 那你設臉部辨識的時候 你也要可以去做編號 假如說你要 這一組是10號 就按10 那如果你不想要編號 就直接按 按底牌就是默認 第一組 那你就直接 參加其樂跟他上 不用換腰 還是 他是一個 好講的 公眾 這樣就是第一組 嗯 那如果你想要 因為像有些客人 他可能家裡是 會騙 按牌靠牆 那他可能少了部分的角 那他也可以站在這個角度 去做掃 他可以多放過你掃 好 那一樣最多可以剩100 好 那我們現在來試試看 我們一般 人臉 他是有搭配外線的掃描 就是你只要回到家門口 他就會自動喚醒 去掃 偵測你的臉部 那只是說 他有一個防回頭機制 就是 萬一你在這邊 你可能 只是穿個鞋啊 或是拿個東西 他不會一直去整整的 他會在這邊 進空10秒之後 又重新換下門口 他才會再換行 好 那我先來試試看 你們臉電池 開了 就沒辦法 放開 這樣 任務不知 電池就是 不管你家裡是 小朋友 你基本上 我是怕人家 他可能摺入你 不清楚 他都不調整 你只要 你給他掃臉就好 那 臉部辨識他是少很多的結構 所以即使你要化妝 他戴眼鏡 他會先 對 那 但是戴口罩 他是沒辦法辨識 因為整個臉部 整個臉部 所以他在我口罩拿下來 黑暗狀態也是可以更新的 想說全黑 但我外線也要掃到 這樣 那 我們最後一個步驟就是 把管理的密碼改掉 那我們來改密碼 一樣 R鍵 那0是改管理的密碼 按0之後就可以直接輸入你的密碼 好 按完之後一樣幫我按個緊字 現在就設定完結了 好 那我們原本的密碼 123456 就可以改掉了 那我們可以試試看新的密碼 請 OK 那這組密碼就是 你要拿來設定 拿來開門 都可以 嗯 那只是說你平常如果要用密碼開門的話 好 因為平常他是沒有說是畫面的 好 那你回到家 萬一你沒有 設定臉部 嗯 好 那因為他會先去少你的臉 所以你會看到他在走 這時候你不能桌密碼 你要再摸一次 再摸一次 這時候你才可以去做密碼 所以萬一長輩來家裡 他又沒有設人臉 記得跟他說摸兩隻密碼 他長得亂行 對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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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一次性密碼是選項4 我們就按4 好 假如說我們現在要給一組 拿手阿姨 我設1 2 3 4就好了 好 確定 這樣就設定完結了 好這時候你的 你的練成組就會多一組密碼 1 2 3 4可以開門 好 好我們現在就用 OK 我們現在解鎖成好了 好 我再試一次 1 2 3 4 就是一次只能改一次 先喚醒面板 進入到 輸入密碼的面板之後 我們就輸入我們的管理員密碼 你一次之後啊 3是大聲 6是小聲 他有七段音量可以選啊 那最小聲就是靜音嘛 那你可以去 這樣子去調整 對 那調整完之後就一樣按緊次推出就好 對 看你要什麼音量 你可以自己去設定 9次 那我們剛剛設定的時候就是按R鍵 那現在刪除一樣按R鍵 只是變成長壓5秒鐘 OK 聽到這個聲音之後 一樣 輸入你的管理員 他一樣會有選項 那 剛剛設定 假如說 設置門是按3 他刪除指 一樣是3 位置是相對 那他多一個5是遙控器 那你沒有下誤的話 就不會有這個選項 就不會差 所以你一樣就是1234650 密碼卡片指 一次性密碼 臉部辨識各樣管理員 這樣子 好 那假如說我現在要刪 卡片好了 卡片就是選項2 那我可以選擇 我如果要刪全部的卡片 我就常按- 然後一樣 大概5秒鐘 卡片就全部刪除 那我也可以選擇 我要刪編號 假如說我要刪10號 那我就按-1米 那-12就這樣 你可以選擇前3或是白上 都沒有問題 那指紋跟臉部也是一樣 你可以去做過程 然後去刪除 單一指紋 單一臉部 這支刪住就錯了 那設定的部分 創作部就這樣 OK 好 然後你可以來講一下 我們家把守 的好處就在於 你裝在外開門 是逃生最快的 因為你只要 假如說你有抱小朋友或是寵物 一推就開 一推就開 你手上拿東西 不用像以前的把手 你可能還要轉 甚至它可能很燙之類的 那這個就是抱 或是腳一踹就可以踹開 那室內的包含呢 它有兩種 一個叫做偶爾安全索 就是家裡有小朋友或是大型寵物 你怕他自己推把手就抱出去 這個最下面的位置啊 這邊有個額頭安全索 你把它扣起來 裡面的把手就沒辦法吸 但是外面的人要進來 是沒問題的 那第二個功能就是按鎖 全家人都到家了 你也不想再讓別人進來 你這個close 一樣長壓五秒鐘 聽到這個聲音 外面的人就算它有指紋密碼卡片 人臉 全部都不行 都沒辦法開 唯一可以開門的方法只有鑰匙 這就是我們 特別留給 萬一是小朋友誤鎖的 也是有鑰匙可以卡 對 那這個功能要解除 你只要開門 就自動解除了 所以你也不用擔心 忘記解除啊 可以鎖在外面 都不會 那以上就是所有的功能 差不多就這樣 那保固維修的部分啊 我們是 如果是從安裝開始做三聯網 有問題進不去或什麼狀況 需要我們開始不過來 都可以 都可以打 那我們會有一次電話的 收後服務轉嫁 到時候安裝完都會幫你們貼電話 上面就有電話 跟它按照日期 那當天就開始收下了 三聯網 嗯 升級的話 如果我們有推出新的模組 類似像 剛剛說到什麼WiFi之類的 它其實會有內置這種 插槽 可以 那你可以直接跟我們買模組 插上去 你就可以享有新的功能 對 所以它不太會退流行 因為有新功能可以直接插上去 對 那保養的話 其實 平常電子鎖就是 你可以乾插啦 那外面的話 你可以用水插都沒關係 因為它是防水管 但是室內的話 因為它有電子 電子座 它有沒有電量提醒 它電量提醒的話 就是 前兩週 快沒電的時候 它外面面板就會開始閃燈 開始音樂 那它不會一直閃 就是你今天解鎖完指紋 它就會跳一個訊息 告訴你說 該換電子 這樣子 對 好 好 OK